大家好,我是光哥 接下来我想要开始一个全新的计划 叫做卓越管家 其实身为一个领袖跟牧者 我里面有着一个极深的负担 就是渴望看到神的百姓跟儿女们 可以经历到天国全然兴盛的工作 我相信神要教导我们 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管家 带领我们经历到 慷慨的给予 分享的喜乐 和超赞的祝福和供应 神要教导我们 如何与金钱跟财富有正确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能够承载神的丰盛 成为一个神能够祝福的人 神的心何等的渴望 乐意祝福我们 可是问题在于 我们因着无知跟错误的选择 老是无法被祝福 为什么我会认为 这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这么样的重要 我看到很多人因为感受不到神的祝福跟供应 可能特别是在财务跟工作的上面 以至于他们对这位良善慈爱的天父 有很大的误解 明明说要赐福给我们 可是却又好像很怕我们太丰盛 而远离他 好像感觉不是要我们苦苦哀求神的祝福 感觉神好像很吝啬小气 就是要我们满足于现况 仿佛一辈子都呆在旷野 也没有什么关系 而仇敌呢 也透过这样子的感受跟经历 扭曲了我们与神 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使我们无法活出 我们属天的目的和影响力 在我的里面 我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出蒙福的生命 然而没有正确的教导 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老实说 我对于神一时偶尔的工作兴趣不大 比如说 我又听到谁没有钱买食物 而神奇妙地供应了他们一餐 或者是借着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帮助 让这个家庭又安然地度过了这个月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这一类的见证真的很棒 可是我里面常常这样想 如果每个神的儿女都经历到天国的丰盛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不但不会缺乏或是贫穷 去造成别人的负担 反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满足需要 成为他人的祝福 那岂不是一件更棒的事情吗 所以我对于如何将天国祝福 还有丰盛的文化 升职于弟兄姐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是有更大的负担 因为在对的文化的当中 神祝福的工作不但不会停止 还会容上加柔 甚至也会开始影响 接下来的每一个时代 所以透过这个新的节目 特别是在荒年当中 我要分享卓越管家和天国兴盛的法则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和不景气的当中 我们的生命、家庭和财物 仍旧能够透过这些属天的兴盛原则和观念 继续的稳行在高处 所以我要鼓励你 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的话 也请开启小铃铛 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